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 清静这件事情吧 有的时候大家会误以为清静就是 我要远离所有人 你那个不是清静 那个就是 对吧,那个哪里是清静 那个是躲清静 但是事实上清静是指的人内心的清静 那比如说我好了 以前我也是 我图清静的时候什么事我也不管 然后 也不太主动和别人联系 然后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 你的心还是不清静的 你还是心是乱的 但是当你心清静的时候 你会发现即使你和别人联系 你你说话你的心都是清静的 当然你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维持不了的时候又乱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清静心主要的是自己的状态 而不是说躲清静 躲清静的时候那是假的 要真清静 所以你就需要看坡放下 我呢就是看坡一点点就放下一点点 所以我不是非常境界很高的 那我看坡一点点的就是报刊杂志电视剧这一些吧 像现在的话呢我不看这一些 其实只要我 其实如果只要我不是精神上极度需要放松 我不会看 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看那些不是说让精神放松 他只只是让你继续杂乱 然后你不去想 但是那个道理我们就以后再说 但这里的时候你就要知道 真清静就 就是说你的心是清静的 但你该负担的责任你都还是要负的 加油 详细 细细 字幕志愿者 보�赶索 细